玉璃镇清洁队配合环境清洁周协助民众来清运大型被弃家具的作业已经开始了 相信如果有清运需求可以和清洁队来联络安排清运的日期时间 千万不要自己把垃圾给随便丢弃 同时也呼吁过年期间的垃圾清运时间表出来了 请民众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清洁队开着环保初来到菜市场 民众也先提早把大型家具放到门前 与清洁人员一起搬上车 学区旅证清洁队配合环境清洁周期间协助民众清运巨大废弃家具 采约制 这个礼拜开始的国家清洁周 免费清运大型家具 我们国家清洁周一般都是以一个礼拜为限 我们玉璃镇公所清洁队为了扩大服务我们的乡亲 所以我们特别把时间延后到下周的2月9日 2月9日在放假的前一天都还可以 我们都还可以在清运我们所谓的大型家具 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能多加利用 跟多加配合 过年就在下周了 清洁队更是公告把清运垃圾时间日期 希望民众配合 在除夕的前一天我们是正常清运垃圾 那在除夕当天是早上9点半就开始收 收完为止 那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是我们队员休假 但是为了让我们有垃圾的民众能够丢垃圾 那我们在这三天初一初二初三的时候 在桶罐会有我们的队员在那边收取大家的垃圾跟资源回收 那时间分别是早上的7点半一直到下午4点半 整整9个小时 清洁队提及民众平时容易错误分类的物品 包括高压瓶罐 实用性粉状物 精纸或是香灰瑜境 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灭火器、瓦斯桶等等 请勿直接丢入垃圾当中 需要分别交给垃圾车、资源回收车 或者是采逆向回收 以确保自身以及清洁队员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